你還要清嘴還是清點 對啊 對 是 會有雞絲麵的味道 對 在前一集他跟我們兩個住在一起啊 然後我們時常在晚上睡覺前會聊天啊 聊心事 我信任感是 是不需要經過錯誤的 所以你們都很熟悉音質 我們在場真的還不錯 剛開始接到劇本的時候 其實很緊張 看到後面又有浴室啊 又有澎湖全裸 就看到每一個階段的時候都讓我 蓋著劇本想說 糟了糟了這個不知道怎麼詮釋 然後不知道導演想的是什麼這樣子 後面來 後面來 就 然後就這樣 啊 啊 這個還可以 很緊張啊 我們就一直在聊這個場次 聊滿久的 他分享他的經驗給我 分享我的經驗給他 然後就從我們經驗裡面去找那些感覺 就是有非常多的動作 但是你的情緒還有你的台詞 還有你內心的感覺 同時都要同步 其實我們那時候準備了滿多道具的 就是說讓他們可以假裝是碰到另外一個物 真的拍的時候其實也都沒有用上 主要我還是會放在這兩個角色的感情上面 對 其實Berdy看起來什麼都敢 什麼都敢做 但他好像到達那個限度的時候 他反而是不敢跳出去那個人 反而阿翰已經衝破那個界限了 那個環境 那個當下 很多表演就自然而然的 就是發生了這樣 好 觀眾也沒有得到到底 是不是真的有觸碰到的這個答案 所以我們就觀眾再仔細看一點 瞬間看到答案 澎湖極貝 然後極貝旁邊有一塊沙洲 找這場景找了非常久 它只要一漲潮的時候 那沙洲就會被淹沒 一退潮的時候就會沙洲就出來 你就可以走過去 所以我們就必須在固定的 它漲退潮的時間 把這段戲拍完這樣子 我想這跟同性一起沒有關係 就是三四年前 那個時代特別封閉 喜歡一個人我就選了他 你就希望跟他天長地久 就想把這個存在 放在朋友這場戲裡面 就一個人要去跳海 好 那我就跟你去跳海 有什麽 有可能會被生了 有可能會被生缺 我的屁股應該全劇組都很熟悉了 Action 很多時候掉下來的時候 還是硬夾啊 什麼 掉很多次啊 哇 到最後已經覺得說 啊 掉了就掉了吧 反正現場女生都清賞了 那就 就來吧 絕地求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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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的絕地求生 那是一頓 和五角 還有坐在上面 疼痛感的話 這一場是最多 積極地培養彼此的感情